说好的今天早点回来 现在三点五十了 把自己 弹力带这东西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自己可以调 就是如果你觉得太轻的话 你就可以拉紧一点 有一点我必须诚实 虽然你看我会每天坚持去健身 但其实心里面稍微有一些些增长 因为我还是有一些些想偷懒 其实抖音上有另外一个人 问我一个相似的问题 他问说我看你YouTube上 有没有多少粉丝 是什么让你坚持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挺简单的 就是因为你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当某一个人把这件事情做好之后 他说什么都对 然后当这个人 可能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时候 哪怕他做的赛对 还是因为结果并不好 所以很多人并不认可 今天应该已经12号了 就是好像这是我第一次 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 中午接完先回来 我想着冰箱里面牛奶快没有了 然后刚才就走路去那个Sancho Pataya 买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我刚才无意识的做了一些事情 到了Sancho Pataya超市之后 我还是买了可乐 牛奶 三包薯片 完全没变 像之前的我就这样 我有很明确的目标 我做的事情一般不太会轻易去变 因为觉得 就是你要变化 就去思考 就会相对的就要花一些时间嘛 然后另外一边知道吗 在去的路上 我买了一杯5块钱的巧克力奶茶 然后看到Sancho Pataya 广场上有很多卖 鱼肉啊 烤串啊 各种各样的小吃 就会想到之前他带我去大学生的夜市 还有张云的小胡的夜市 就因为我太喜欢吃路边炭 我觉得它不干净 但其实现在这些事情就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 今天我无意识的就去买了这些东西 然后在超市里面还多买了一个冰箱 然后做这些事的时候 也会想到上次在春棚的时候 因为他拿一个烤鱼在路边吃的吧 也是点了很多路边的东西 就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会对我这么重要 应该是她把我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吧 但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视频 你会看到我的日更大体上是很积极的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有一个真实人嘛 我记得有一个人归纳的非常好 就有个健身的朋友嘛 他跟我说 你看我每天都这么开心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但其实就我平时我也有很多情绪是隐藏起来的 我个人觉得的话就这个没有对错 只是说如果有这个平台 或者你可以怎样的话 那就去做呗 然后明天的视频我也想要做什么 晚上一个人去club下转转吧 今天一定一点回来睡觉睡觉 然后应该是去尹苏姆尼 因为这边可能中国人喜欢什么潘的啊 还有像Hollywood啊 因为比较华人啊 包括韩国人比较多嘛 像尹苏姆尼啊还有iBar这些其实也蛮好玩的 我上次带他去iBar的好像 但他好像不愿意去 因为太吵了吧 挺挺感觉好多事情挺可惜的 所以好多事情都没有去做 拜拜